欢迎仪式后 温家宝与英拉举行了会谈 温家宝说 中泰自古就是友好邻邦 两国人民有着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谊 中泰一家亲就是最好写照 泰国克服特大洪灾和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 在经济复苏和民生改善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中方感到由衷高兴 泰国的繁荣发展不仅造福泰国人民 也为中泰加强合作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条件 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形势下 中方愿与泰坊坚定地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 共同发展 保持高层交往 进一步密切在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特别是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促进地区和平 稳定与繁荣 温家宝表示 中泰两国扩大合作有着许多有力条件和广阔前景 中方愿同泰坊一道 积极落实两国签署的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 重点加强在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以及相互投资方面的合作 继续开展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 中方高度重视两国文化教育交流 愿为泰国提升汉语教学水平和规模提供帮助 并积极推动双方在旅游和青年交流方面的合作 英拉对中共十八大成功举行表示祝贺 相信中国一定会继续稳步向前发展 在国际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英拉表示 中泰关系在各领域取得长足进展 泰坊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愿密切两国各级别交往 希望双方以制造业农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促进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不断增长 共同推进本地区的互联互通 加强泰中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意义重大 有着广阔的前景 会谈后 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双边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当天 温家宝和英拉还共同出席了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接牌仪式 两国领导人盛赞中泰传统友谊 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 深化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